大家好,我是班师韵, 我感谢您的频道, 今天我们在《长青春》的《Hakanda》拍摄了一个视频。 今天我们在这个节目中的节目中, 我们在《长青春》说的第一个节目中, 我认为这些读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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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读题我认为 但是,我真的不想在这种语言下, 所以,我真的不能听他的语言, 但我认识,我真的不想在这种语言的语言上。 我真的不想在这种语言上, 当然,在网上我认识的语言下, 我也是在这种东西 但当然我们也在这种东西 我只是在这种东西 我以为我认为 如果这种东西很好的人 才能在写上 和写上的英语 自然是在写上 但为什么我也不喜欢 我会说 有点小小时 有可能有一个 我可以和以前 相似的世界 不虽然我教过很久 因為我一次的朋友 都是留待自己的那樣 我是不忘了我 就在我心裡 不虽然我相似的朋友 我心裡有句話 比如說那時候,我做了第一次的研究 我沒有太過了,我沒有太過了 所以我非常好,我沒有太過了 我沒有太過了,我沒有太過了,太過了,太過了 好不好 我还可以这么多 但是你会认识 我认识说我们俗所谓的 每个人是中国 也认识一个美国人 中国的日本人 我认识 我认识你 我认识一个美国人 什么 我认识推荐 我认识是 我认识 他不是 因为这一个我认为了一个新的事情 这不是谁 但是你认为我认为了很多生互相比较多 我仍然不懂 然后的几次一个人说过去 我认为了一场如何询阅 然后一些人问过去去 我像中心中你的名字 我像中心中你的名字 我像中心你 我像中心你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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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像中心你的名字 我像中心你的名字 这就是了解 你看到这一段视频 订阅中心的视频 赞尔满 你